有人讲说 建寺庙不是功德吗 建寺庙当然是功德 对不对 建好很大的寺庙 当然是很大的功德啦 告诉你 真正的庙在哪里 在你的身体 在你的心 那是你真正的庙 最大的功德是 你这个庙 真正通天的 他 茶茶有讲过一次 一句话 我们盖起的庙 这个庙 是通天的 跟天连结的 跟天连结的 No 不对的 是你身体的庙 跟天连结 这个才是对的 我不能讲说 撒迦士是跟天连结的 连在一起的 问题是你在撒迦士修行的人 你的心又没有跟天连结 你的心如何跟天连结 那你是心中产生的光明 清净的光明出现 那个才是 所以照相 我们照相 照出 师尊有很多放光照片 照出来 师尊这个相 放光照片 全部拿去烧掉 不要 那是照相 照出来的光 不要 真正的光是什么光 是你的心中的莲花开放 是你的清净的莲花光 显现出来 那种光 才是跟解脱的 跟宇宙的光明 是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真正的庙 在你的心中 不在外表上的庙 我们只是借这个庙 撒迦士来修行 借这个庙来修行 你如果借这个庙不来修行 那是 那个庙就是第一 简单跟你讲一句话 我曾经讲过 多建一个寺庙 等于多建一个第一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你是借庙来练财 所以庙就成了第一 你借庙来修行 你借庙来修行 才会产生庙的功德 你如果借庙来练财 是建了 不是庙 而是建了第一 这样了解吗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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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对 街角 对 对 都是 我们 愿 Ul Fisher vi